大貓 現在多談有些事情介紹 是嗎 是呀 習近平先生爸爸的事跡 我在中國組織人士報有一段報道 是甚麼呢 比較冷漫一點 上次他們說過習洞芬先生的一生人 都是為那個黨國值得尊重 一個革命的前輩 他就說他的家封一件事 習洞芬曾經批評他女兒 批評他甚麼 夾著尾巴做人 夾著尾巴做人? 這不是有人罵人嗎 是呀 要罵女兒 但是他們以前在民間都傳承 即是在他們黨部的人都傳承 習洞芬先生的家封很嚴 他嚴到很多人都覺得他好像不近人情 他的女兒叫澤權平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畢業在外交學院 他的女兒學法語的 學法國語言 讀完之後就分配了去國際商部工作 在九百三年 黃江英 即是 劉少奇的舅 即是劉少奇的太太 黃江美的哥哥 黃江英 就籌見公安大公司 就打算調習仲勳的女兒去工作 習仲勳老先生知道之後 就當年拒絕了黃江英的好意 就跟黃江英說 你都不要調他去 你這個江大公司名氣大 這麼多人盯著 別人的小孩 然後兒女可以去 我兒女不可以去 很好游泳 身後骨 後來習仲勳 就把這件事告訴他的女兒 他的女兒 就不開心說 你明知道我學外語 如果我去江大做事 我就可以發揮自己的專長 為祖國改革開放 做一些事 有什麼不好 那你以為習仲勳怎麼說呢 就很嚴肅跟他女兒說 他人 只要你有才能的話 在哪裏都可以發揮作用 就怕你沒有本事而已 因為你是習仲勳的女兒 所以你就要夾著尾巴做人 變了 他的女兒繼續在國際商務工作 後來就出了幾次國 在那個年代 出一次國不容易 你出了國 你還可以免稅 很低價買一些入口的家用電器 又被習仲勳知道 知道你要出國 就問他女兒 你要說清楚你出國的理由 為何會有得出去 有一次兩父女一起吃飯的時候 就引起佔火了 那女兒真是頂不順 這樣就頂了 習仲勳 我是記者 我是學外文 出國工作是需要的 誰不知 習仲勳勳 彈一聲站起來 張筷子一扔 很勞氣很大聲 哪裏有這麼多工作需要 你不要把所有行為 都加上用工作的名字做招牌 你不要什麼差事都說 工作需要來做招牌 好 搞到女兒就要表示表態了 我又不出去了 我不再隨便出去了 我答應你 做工作了 不出門了 不出國了 這樣才閉嘴 就罵了 習仲勳 經常教育子女 要靠自己的本事 去做人 鼓勵子女去耕苦的地方去 到基層去 去到國家建設最需要的地方去 正因為習仲勳 這麼嚴格教育 和家庭的意見目染 所以他所有的子女 都能夠自立自強 無論在逆境或者順境 都受到考驗 這個文章就在中國組織人士報 登了在中紀委的網站 大家也知道 因為我經常問我 郭先生 你去罵共產黨 那些幹部罵共產黨幹部 你又去支持共產黨工作 是兩件事來的 那些壞的共產黨員 不代表是黨